好 再點一下一幅 就一幅 前刮弧 後刮弧 點一下 如果呢 這個兩個其中條件都要成立 都成立的話呢 那就是符合條件 反之的話呢 就是不符合條件 所以這裡的話 底下就是不 不符合條件 好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好 點兩下 那結果就出來了 這個地方就是 利用if and left 的函數 完成這個練習 那再來如果完成之後的話呢 假設我把什麼 台北線取代 所以取代的話 你可以從編輯裡面 有個叫取代的 編輯取代 或者記Ctrl加H 把台北線 所以這裡 把這個改成新北市 Ctrl加H 然後這邊的話呢 把它改成新北市 按一個全部取代 好 總共五個 按關閉 那新北市的話 你會發現 那假設這個條件 改成新北市的話 那我們這個函數呢 就必須要改成什麼 台北市 新北市 有沒有共通的地方呢 有嘛 北市嘛 那北市的話是在右邊 所以呢 請你把函數改成 right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呢 請你把它改成 right right 有沒有 那同樣是15的儲存 兩個字 那後面的條件呢 就把它改成什麼呢 台... 北市有沒有 都是北市 北市 一個新北市 一個台北市 不過感覺起來 新北市感覺... 台北縣感覺 叫新北市 好像沒有新起來 那這邊的話呢 直接就點兩下 也可以達到最後的結果 那這裡的話呢 你們試試看 把那個laps改成right 並且記得把它取代 畫面呢 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